台北市长好龙斌频频喊穷 不过现在却被踢爆了 台北市每年以低价卖电给台电 但是缴给台电的费用却是比较高 反倒是让台电大赚了7亿元 前五校园处处都要用电 台北市明年电费预算暴增到51亿 比今年多出11亿 但台北市却以低价卖电给台电 是一元之一双方买卖不公平 台北市政府为什么要如此的建价 把自己的店卖给台电 这样子来回价差就高达了7亿 台北市政府是凯子吗 台北市靠着三座焚化厂和翡翠水库 每年产3亿5000万度电 以每度1.5元卖给台电 不但比民营电厂便宜0.9元 台北市每年还得以上台电缴交电费 今年就花了43亿 平均每度电3.5元 连环保局都坦言不合理 台电公司他们除了发电之外 他们还有配电 还有这个变电 还有售电等等 这些相关的这些行政业务 那他们认为说 这个是不能够折抵的 店家买卖落差大 让台北市电费大增 不少局处明年用电预算 也跟着增加 尤其交易局去年才花 3亿元装置省电登具 明年电费还要5亿多 一下子增加了2亿多 涨幅高达69% 这些都有使用者付费啊 我们连去打篮球的小孩子 都要自己付电费给学校 学校也有收啊 你今天讲这个就不合理嘛 这些的部分应该来统计啊 就是有关你是提供给市民 运动休闲油气的那个部分 场馆的部分 或者办了大型比赛 那这个部分应该合理的话 应该要另外一统计计算 豪市长把准节开支挂嘴边 但下面的单位砸钱不手软 喊穷难道是喊假的吗 三立新闻战机梁丁平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